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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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放工回到家裡多累也好 忍不住一定會拿著電話不停按 通常玩到半夜三間 結果睡得幾個小時 又說要上班了 如果你長期都是這樣 就要留意了 因為背著周身睡眠債 身體遲早都要還 長期不夠睡 會令到精神差 難集中 還會增加患病風險 有得睡不睡 這一個真是自己拿苦離身 不過這樣 如果你是長期被噪音滋擾 搞到自己沒得睡 那就真是不值 以前都經常聽到那些廣告呼籲大家 現在已經是夜深了 請將音量收拾 看完一天 回到家裡當然想好好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晚上的安寧 不過在荃灣大闢荒的居民來說 這件就不是一件意事 他們說這幾個月 有一陣噪音騷擾到他們 令到他們難以入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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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口 其實在這裡附近 有很多住戶 你看到這裡附近 所以他們很騷擾 那邊的商場有很多飲食 很多玻璃瓶 他們會聊天 很認真 那裡全部 因為這些住客 剛好旁邊的租戶 直接是 因為吵得太 搬走 我覺得 是否每晚都有這個噪音 對 他們每晚都很定時的 在這裡清垃圾 差不多整個 維持到半個小時 正常的睡覺時間 每晚睡覺時就會被他們砸醒 因為無緣無故 那個網友這樣 扔垃圾 夾垃圾 推垃圾 這些聲音 這個情況 滋擾了你多久 這個情況差不多半年 他們每晚都在這裡出現 所以其實是 真的很滋擾 有沒有向有關的方面 去投訴 或者政府部門 其實我們去了政府部門 123 食物玩 警署 投訴他們 他們每個人都說不關他們的事 對面商場的管理公司 我都跟他們說 他們說 因為是外判公司 他們都猜不到 他們都快不來 他們說盡量 要你靜一點 但其實 維持垃圾是靜不到的 現場我眼見 商業大廈對出 有10個垃圾桶 停牌在馬路邊 而且還有人會繼續 推垃圾桶出來 每一個垃圾桶 都堆滿著垃圾 不過現在都差不多12點了 還沒看到垃圾車出現 我們再等一會 現在是晚上差不多12點半了 終於都等到垃圾車來到 現場見到它就收緊垃圾 亦都發出了不少噪音 我們現在試下一個分貝測試 哇 它最高的時候 都去到90點了 還有聽到垃圾 跌到垃圾車裡的聲音 其實都挺刺耳的 都挺影響到附近的居民休息 我們分查食環處資料 一般垃圾收集站的開放時間是 每天上午7點至下午3點半 就算在繁忙地區 最晚都到11點半 換言之 垃圾車在收集站關閉之前 就應該處理好垃圾 但是為何到這麼晚都還有垃圾車呢 陳議員你好 我想問為何這裡會這麼晚才來收垃圾 因為你看到有商業大廈 裡面有很多食事餐廳 他們會收工之後 才把垃圾一起找走 這個收垃圾的承辦商 你知不知道是誰 我問過政府部門 設環處說不是他們 我相信一些私人承辦商 和商業大廈或者餐廳 大家各協議他們來收垃圾 他們其實會過了12點才來收垃圾 那有沒有違反了一些政府的條例 如果一般來說 晚上11點之後 發出招呼人的噪音 就有機會觸犯法 我在區議會都有提出一關的事項 那警務署 廚房區指揮官 和廚房署總監 他們都說會跟進 他們會派人來調查 看看勸入地有沒有改善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能會找到華保署一起去看 作出結果 如果市民真的受到噪音之要的話 可以在哪裏投助呢 如果市民受到噪音之要 他們可以向警察或者還保住投訴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 第四和第五條 由晚上11點到第二天早上的7點 或者在公眾假期發出擾人噪音 有機會最高可以罰款一萬元 我們明白 倒垃圾是要配合到商場的營業時間 和附近的交通 但是如果影響到附近的居民… 但是如果影響到附近的居民…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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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